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就是紫色部的袁氏物语 他们的卡通板 立刻在他们的车阵里面 已经有很多这些照片可以给你拍 语字大家知道 以前在平安时代 就近平安的首都 平安京 现在的京都 亦都是贵族的别墅区 贵族的后花园 所以那里都很漂亮 而且都算是几繁盛的 譬如你在宇治村那边的河 亦都种了很多颗 就是过两千棵的櫻花 如果櫻花季节去都很漂亮 当然你几时去都很漂亮 我们再看一下 这都是车站里面 知识部的原事物语 大家可能未读过 但都会听过 语字大家都听过 语字绿茶 大家有一件要做的事 就是吃一个绿茶雪糕 和那些绿茶的甜品 吃完之后 有东西就走 走哪里呢 我们再看 走这个语字桥 语字桥 就是日本三大古桥 跟这个 赖田唐桥 和现在这个 基本上要去京都 有个车站才看到 一些桥底的山崎桥 这个就是语字桥 刚才去回它第一章 这个是紫色部 它写原始物语 这个是它的像 然后我们再看它的桥 其实都很漂亮 这个环境非常之漂亮 幸好天气它都算好 就是夏天 都有一样它的景色 看语字村 就是语字河 就是语字河 就是河 就是河 这些照片 全部都是用手机拍的 所以拍得不算漂亮 但给大家大概都知道 去到现场 都很棒 继续吧 继续吧 这个是宇治村 其实在旁边走的时候 你都会觉得很心旷神意 好 来到这里就是什么呢 平等院 平等院也是平安时代 他们一个权贵 琴元道长的别墅 是 1052年 他的儿子 赖通 就把这个别墅 改成寺廟 昨天我都说过 其实日本有不少的寺廟 都有一些刮与作 等等的别墅 改建 所以里面 他们都有 这个 就是 阿尼陀如来像 当然 他里面 我们特别进去看 这个是 平等院 那个 繁宗 都是日本三大繁宗之一 这个是他的繁宗 这个是平等院 里面很多不同的建筑 这个就特别了 他的奉 你见不见到 他的奉 是很出名的 甚至日本是 哪一张银子呢 应该是一万日圆 你见到一只奉 其实就是 这一对 金凤王 亦都在他们的奉祥馆上面 凤姐 凤王飞祥 在凤祥馆里面 里面 已经摆了很多 菩萨像 全部各宝来 当中有二十六尊 就在奉祥馆里面 便大家可以慢慢看 继续 这是他平等院 即使奉祥馆里面 不可以他拍照 看了一些菩萨像 他继续 这是平等院里面的一角 我们看看 这是奉祥馆 很漂亮 很漂亮 当然 到游条湖 其实都是 宇治都算多人画去 如果对比昨天 介绍的石真水白饭公 宇治游客就多很多 好了 走出去平等院 这是他的表参道 大约由宇治站走去 十分钟左右都可以到达了 当然 你可以喝一下他们 当地的sake 或者 当然 喝绿茶 日本三个绿茶 由俠山 和 郑江 最近是宇治绿茶 三个里面 我都觉得 各有他千秋 当然 吃下他的甜品 这是将军御用的 将军御用的 将军御用的 和家人御用的 绿茶 再去到 旁边 都要吃完 他们的 现在 新的绿茶 雪条 然后 你看到 就是 就是 宇治 车站里面 他们那些画 这里 就是 在 表参道 很多店铺都有 买茶 等等 就是买一下茶 买一下 买一下 那 就是 了居 好了 这里就是哪里 乳治 就是 尚神社 亦都是日本 三大兔子神社 之一 都是世界文化遺产 乳治 尚神社 旁边也是 亦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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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守护一些地方 甚至 原球学问都会去 尔子神社 首先 乳治 尚神社 都是 很美的 环境 经过一条小小小祭 乳治 乳治 尚神社 就是他旁邊,宇治神社,宇治上神社是1053年建造的,宇治平等院的守護神社,宇治神社更久,313年,仁德天皇時也做,現在超過1700年歷史。 宇治神社,宇治神社也有很多兔子建築,兔子燈籠,兔子的食物。 最後,宇治神社要去原事物語博物館,說一下原事物語的內容,宇治十貼,說一下他的主角,光源事一家的事物,博物館, 亦會說出原事物語,究竟是說些甚麼。 亦會有些,例如你會看看他的片段, 當然,如果你晚上留在這裏會有點害怕,平時他開放時間就不會害怕,你看這裏。 宇治,平時有宇治,你看到整個宇治史。 宇治十貼,他逐個逐個介紹,我就不免得全都退見了。 宇治十貼,有甚麼人物,他等等,也挺有趣,原事物語博物館。 我都提了多久,當然,亦都有些新吃, 好,看下這裏片了。 他也介紹原始物語的語字是怎樣的呢 一年四季早五晚又是怎樣的呢 變化 原始物語 都慢慢透過那些影片又講解 甚至他每一個小時都會播放 不過他就不給拍 他就不給拍 所以下次大家去京都什麼都不妨 什麼都去余智 今天都超時了 好 今天時間都差不多 今天都依然會有不同的嘉賓 即啤梨要星期四 他又 你自己有空 每個月都出去玩 先回來 正當都看完下半場 中國對印尼和香港對柬埔寨 大家都要留意一下 好 再見